如果你生活的世界突然出现一个平行时空 眼前跟你同龄的男孩是你的爸爸 你是会跑过去跟他相认还是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 自从格里一家搬进特蒙特酒店后 所有的事情都在向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格里在酒店的地下室发现一个奇怪的标志 起初他们猜测他有可能是一个不起眼的酒窖 不曾想等他们走进一点看清上面的文字后 才发现他竟然是一处避难 也许是好奇心地作祟他们不加思索地推开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狭窄又幽长的通道 哈破下意识地按下门边上的开关 随即通道里面灯光接二连三地亮起 之后两个孩子便鬼使神差地朝着通道的深处走去 神秘而又梦幻的场景令他们充满好奇 在通道的尽头同样出现一扇铁门 此时的两个孩子还不知道 当他们走进去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这里是一处更为狭窄的空间 墙面上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看上去像是很久以前的物品 桌面上还摆放着老师的收音机 之后格里在不远处发现一本说明书 就在他仔细研究上面的内容时 身后的防护服突然诡异地晃动起来 细微的声音吸引格里放下手中的梳转头看去 看到不停晃动的防护服格里表情变得紧张 但他们走近一点才发现后面有一扇敞开的门 仔细感觉会发现一阵凉风从里面吹来 防护服的晃动原来是封锁导致 不是闹鬼两个孩子也终于放下悬着的心 但门后面是什么他们还是想捣清楚 等走进来一看这里像是一出下水道 一步楼梯直通顶面 眼前的铁链应该是连接着上面的盖子 果然在格里拉动一下盖子直接被打开 还没等格里将铁链放回原处 哈珀就迫不及待爬上去查看 随即就听见他的一声尖叫 等格里爬上一看并没有看到哈珀的声音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春意盎然的树林 哈珀则是胆战心惊地蹲在一个大树下 询问格里在爬上来时有没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格里表示他也感受到了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这时哈珀突然一脸兴奋地指向格里的身后 一个身着红衣的女孩在树林里不停地奔跑 猜测那个人应该就是失踪的女孩萨瓦吗 等他们追上来时发现一处温泉 曾听大人们说过 特蒙特酒店之所以当时那么辉煌 是因为很多达官贵人因为硫黄泉慕名而来 不过听父亲说过硫黄泉很早就已经干涸 如今又出现在眼前就像做梦一样 就在两人为此疑惑时 那个红衣女孩突然慌张地出现在泉水边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她身后追赶 女孩在树林里不停地狂奔 等格里两人跟上来才发现不远处出现更多的孩子 这时两人才猛然意识到他们是在玩捉迷藏 随着一声哨响年长的女孩提醒他们游戏结束 细心的她还发现红衣女孩的腿部受伤 等那些孩子离开后格里两人也准备回家 哈破脑子里一直有一个疑惑 刚刚那个红衣女孩跟失踪的萨瓦奈长得一模一样 看上去并不像是巧合 这时哈破突然停下脚步望向格里的身后 只见特蒙特酒店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恢复了营业 门前聚集很多游客忙着搬运行李 此时的两人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他们应该是穿越时空回到了三十年前 接下来的事情更是验证了他们的猜想 一个男孩在跑步时撞了一下格里 而本纳特这个名字刚好是格里父亲杰克的乳名 不久前格里的妈妈丽亚还给他看过父亲小时候的照片 而等男孩朝着格里的方向看过来后 他的长相和父亲小时候的样子一模一样 这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